这永星他忒抠了 尤其是这分府以后 这永星就带着自己家里边的福进 侧福进的小妾们 还有这个阿哥和这个格格们呢 天天就是窝头闲在救西中 有一天啊 这永星的一匹坐骑 就是一匹高头大马呀 死了 他舍不得呀 就没让这下人呢 把这匹马埋了 把这马呀杀了 包了皮煮了肉 并且告诉那个王府的和府上下呀 这两天啊 咱们家不开火了 就吃这马肉了 吃完了呀 咱们再做新饭 您好 我是昆仁刘石 方您来到书馆 咱们一块聊天讲故事 有这么个说法 说这个皇子啊 实际上是没有什么真本事 有那么句老话吗 说这个太子出征啊 簇拥而出 簇拥而入 这话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这皇子出征在外打仗啊 这一套班底 有文有武 有能臣有干将 好像啊 唯一多余的就是这位皇子爷 弄不好啊 这位爷呀 还出点烂主意 让这个军中啊 多少啊 损失那么一点 不过呢 这话要我说呀 他不绝对 历史上啊 有本事的皇子 有本事的皇子多了 咱们暂且不说呀 那些千古余地 很多呀 他都不是开国皇帝 哎 他自然就都做过皇子 那有本事的 也不乏其人 今天呀 咱们就要聊一位 这乾隆皇帝 有本事的皇子 那有人就问了 那这位皇子是文韬啊 还是武略呀 哎 都不是 这位皇子所擅长的 是书法 这乾隆皇帝的十一子 爱心觉罗永兴啊 那是个清代的大书法家 在乾隆年间呀 那正是王朝鼎盛时期 整个中国地 那是海燕河青 天下太平 哎 这段书里啊 咱们就得这么说 咱们要是说到那个 大小金川啊 什么平定合卓呀 白连教之乱啊 咱们就得说呀 这大清国到了乾隆年间 刀兵四起 是狼烟遍地 哎 对喽 如何表达和渲染情绪呀 那完全得看 咱们今天这段书的内容 今天呢 咱们既然要讲文呢 哎 那就得是海燕河青 因为这乾隆皇帝 他本人呢 就好这个诗文书画 所以说呢 这个上有行 下有孝 这乾隆一朝啊 就出了不老少 有本事的读书人 这其中啊 有这么 四大写家 哎 就是以书法建厂 最牛的四个人 那得说是整个中国地 最牛的四个人 刘庸 铁宝 汪方刚 还有一位啊 就是这位 成亲王 爱心觉罗 永兴 这皇子啊 要是在某个领域 做出什么成绩啊 成了出类拔萃的人物 哎 说实在 这外人 他不太信 还是那句话 哎 外人肯定说 哎 他爸爸是皇上 想怎么说都行呗 因为这个成绩啊 这大一巴 老百姓亚洲就没看见 所以说他不信 这永兴的书法好啊 这外人也有传说 哎 这传的是什么呢 有人说他为什么书法写的好啊 因为他们家啊 像什么二王的 欧阳巡的赵孟甫的 等等等等吧 这些名家的法帖呀 那多了 他想临哪本啊 抽出了就能临 您这普通大义 不老百姓行吗 您那想念字 能找这些字母子去呀 哎 这话呀 让我说呢 就是矫情 这个您在南指店呀 买一本自帖回家临 和这个皇子在宫里 照着原版临呢 那意思应该是一样的 哎 并且呀 您这本自帖在家 想怎么折腾怎么折腾 画重点 打横线 您要是高兴啊 拿他描红奴的都行 可是皇子那不行啊 这皇子再多宠 他也不敢把皇上爷 收藏这个三西堂法帖 弄卷了 弄折了不是 还有人说啊 这永行这字之所以写的好啊 那是他得着审法了 哎 怎么个审法呢 话说这个宫里呀 他有这么一个 康熙朝的老太监 哎 这位老班班啊 他自写的好 据说呀 当年就伺候过康熙爷席字 好家活的嘞 这老太监要是活着 那得多的岁数了 那就成了老必修了 这个 这老太监呢 就告诉永兴 说我呀 席字啊 也有老师 哎 我老师啊 曾经见过董奇昌 说这董奇昌啊 写字啊 是玄万 哎 并且呀 只用三个手指 捏着笔板的上端 哎 玄万垂笔 这样啊 手腕才能灵活自如 这后人呢 还给这种书写的方法 取了个名字叫做波登法 哎 您信吗 我信 哎 我信他个大和尚 这书法造诣啊 到一定程度以后啊 这种握法 我倒是相信 不过呢 初学者呀 还是规规矩矩的 提手玄万 三指握 两指护的好 其实啊 咱们写这个字啊 他固然很重要 但是最为关键的 还得是这永兴 他勤家练习 在这支笔上啊 人家肯定是吃了功夫了 这样啊 才能成为这乾隆年的 四大写家之一 就因为这个字写的好啊 这乾隆皇帝啊 哎 挺喜欢这样的 哎 这青石稿上啊 就曾经这样记载 说这个成 折亲王永兴 高宗第十一子 乾隆五十四年 封成亲王 永兴幼公书 高宗爱之 美姓其府地 说实在的 这皇帝啊 不常去这个大臣 哎 包括皇子的府里边 可是您看啊 像青石稿 这种比较严谨的史书 上面都写了 这高宗啊 也就是这乾隆皇帝啊 非常喜欢啊 上这个永兴的王府里边 穿门子去 说起来这永兴的王府也好 这乾隆皇帝疼他呀 把这个前朝大学士纳兰明珠的府邸 就赐给了永兴 后来这嘉庆皇帝 整倒了和珅以后 嘉庆皇帝还把这个和珅 在城外的园子以及地 通通通啊 通通啊赐给了成亲王永兴 那么说这乾隆皇帝如此喜欢这个儿子 就没考虑过把皇位传给他吗 哎 好像还真没有 因为这个永兴啊 好像在性格上啊 他有缺陷 说到此处啊 咱们还得把那本书找出来 哎 哪本书啊 就是那个李亲王昭年写的那本啊 笑亭杂禄 哎 完全是嚼宫里的老个舌头 这本书里啊 他说啊 这永兴的人兴太四 善的脉弄全数 他府上的护卫使唤人呢 经常啊 莫名其妙的就被他吓得差事 而且这永兴平时的为人呢 是既糊涂又苛刻 永兴的福尽呢 是大学士富衡之女 就是那个孝贤纯皇后的亲侄女 您想啊 这大学士的闺女 成了这个皇子的敌福尽 那嫁妆装莲能少得了吗 乾隆三十一年的时候 人家富察家呀 吹吹打打 把这闺女啊 就送进了皇宫 成了永兴的敌福尽 哎 您猜怎么着 这永兴啊 把这福尽的嫁妆 直接就锁进库房里了 然后我再跟这福尽说呀 哎 这东西呀 我先替你保管着 以后呢 缺什么少什么 你跟我说 我呀 从库房里 再给你拿 往外拿呀 哎 这算是没日子了 这永兴他太抠了 尤其是这分府以后 这永兴就带着自己家里边的福尽呢 侧福尽呢 小妾呢 还有这个阿哥和这个格格们呢 天天就是窝头闲赛救西中 有一天啊 这永兴的一匹坐机 哎 就是一匹高头大马呀 死了 他舍不得呀 就没让 这下人呢 把这匹马埋了 哎 把这马呀杀了 包了皮 煮了肉 并且告诉那个王府的和府上下呀 哎 这两天呀 咱们家不开火了 就吃这马肉了 吃完了呀 咱们再做新赛 其实要说呢 这吃马肉啊 他不寒碜 不过呢 这整个大清朝廷里呀 还别说呀 这皇子皇孙了 就是这个王公大臣呢 也没人这么干 长此下子呀 弄得这个傅察氏敌附近呢 哎 得了严重的抑郁症 有人说你这有证据吗 这孝庭杂录啊 可不能当证据看 哎 我有另一份证据 有一本书呀 叫清宫一案集成 上面啊 就记录了这永兴附近的麦案 上面记录啊 成王敌附近覆察氏 谈热成于心包 凡热喘促不眠 妄言哭笑 您想到都妄言哭笑了 这俨然啊 就是抑郁症 哎 神经了 我觉得呀 谁要是天天啊 窝头咸菜 救马肉 哎 也得神经了 这媳妇啊 是抑郁症 哎 这永兴呢 是躁郁症 有一说呀 说这永兴在头死之前 好几个月 是不洗澡啊 也不换衣服 哎 说的糊涂吧 他还不糊涂 这左右人呢 就跟他说说 王爷 不行 咱们换换衣服得了 这王爷说呀 哎 这人一死到地下 驱食海骨 又谁给这些驱 把我身上的肉 洗吧洗吧呀 您瞧 这不是抬杠吗 这个 其实啊 这永兴啊 疯不疯的 哎 没人知道 实际上啊 他脾气就是这个德性 不是这个字写的好吗 于是啊 就有这个达官显贵 想尽办法的 跟这个王爷求字 这王爷当然是不能轻易的给写了 于是啊 就上朝也赌啊 是回府也赌 并且呢 这时刻呀 都准备着笔墨纸验 把王爷拦下了啊 就铺上了纸 填饱了笔 就让这个王爷给写符字 这王爷说 既然这样啊 算了你回去吧 我给你写好了 叫人呢 给你送府上去 于是这官啊 还就真呲呲呲的回家等了 没过几天啊 这永兴府上的人呢 还真来了 给他拿来了一轴书卷 这官啊 打开一看呢 呦 是一张白纸啊 上面一个字也没有 再仔细看呢 这张白纸的脚上啊 有三个字 哎 那是迎头小凯啊 哎 这迎头小凯是什么意思 也就是说呀 比这个芝麻粒啊 他没大多少 那这三个什么字啊 这三个字啊 是写的呀 你也配 您瞧 这不是骂贤接吗 这个 哎 这当官的 也真有出手的 还就真拿到男子店啊 把永兴这三个字 给表起来了 并且呀 挂到自己中堂 最显著的位置上 哎 你王爷不是含着我吗 我也含着含着你 自此啊 这永兴就落下了 一个刻薄的名声 这些个传说呀 真的假的在其次 哎 可是说这永兴的字 那写的是真不错 据我那些懂书法的朋友说呀 这永兴 哎 被称为是乾隆年间的四大写家之一 那是实至名归 不过呢 我也听到过其他的声音 哎 说这永兴的字啊 类广阁 太过规矩 称不上是书法 不叫艺术 哎 正所谓这个文无第一啊 他武无第二 这个各说各话 这各加各说吧 就说永兴这份脾气啊 要是我是乾隆 我也不会把这个皇位给他 哎 那怎么就传位给食物子永远了呢 要是摘开这个话头啊 咱们还得明儿再说了 我是给您讲故事的昆仑流石 喜欢我的频道啊 还希望您关注点赞并转发 您的支持 是我能持续更新下去的唯一动类 哎 得嘞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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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